我想问一些稳定的策略 如果买股收息 资金是5万元 如果想买几个公用股 看看如何组合好 中电、煤气、电能、香港电讯、长江基建 都是很类似的 如何组合好? 每个月吸少少 还是这样的策略行不行? 还是还有其他更好选择? 当然更好选择我也有 但是刚才说的 这些货币里面是OK的 有些我觉得是普通一点 比如中电 我觉得其实不是太建议 因为如果说到息率来说 其实中电就不算太高 现在只有4厘息 而煤气也一样 始终看一看红股 其实息本来不是很高 但是红股那边 它近年都变了20送1 不是以前的10送1 这两种反而有吸引性 会少一点 但是反观你说 例如另外几种 我觉得特别长见 1038 或者6号电能 其实是OK的 特别长见 我觉得除了收息之外 也要配合它的估值 其实它现在是很便宜的价值 是 管理层之前也有提到 是的 没错 因为你拉起之前长实 向李嘉诚基金会收购的 几个项目来计算 其实长见这么多的项目 手术上的资产 你加回这个数 其实不止现在47个多 即如果你选择它 或分转买 我觉得可以随时赚 有价值 变相这些我觉得是好一点 有价值得少 而拉多一点自己压外的选择 我自己就比较喜欢331 封城生活服务 其实是一只本地的一些生活服务 供应商 其实主要股东是新世界 其实除了因为一来看价值 股价很强之外 其实它的牌识也很吸引 我觉得这些也是赚息赚价 有价值得稳定 所以如果说 组合里面 真是几万元 是纯粹货 用来买收息股 我觉得这些可以慢慢分住 去吸纳一下 是 好 你刚才提过的就是 长江基建、电能和这些331封城生活服务